中華隊輕棒組訓制度的變化 基層教練應該感受最深 以這幾年輕棒競旅桃園平鎮高中為例 總教練吳伯鴻和資深的教練藍文成 過去都率領過中華隊出征國際賽 對於去年開始 輕棒主帥委任制度的改變 又有什麼看法呢 以我是基層的教練 我當然是希望冠軍隊來主導 就是中華隊的教練 當基層的教練一定是想要帶中華隊 現在有點改變了 怎麼講 在比賽當中還是會認真打 只是說拿到冠軍的時候 會有點遺憾說 中華隊的教練不是自己可以去 對 去穿一次這樣子 對 制度改變之後 少了個動力以及方向 這話說得簡單 卻也倒出無奈的情緒 國去三上五的王牌後援投手劉宜傳 離開職棒教練工作之後 在四年前回到故鄉花蓮 耕耘後山的基層棒球 認為輕棒組訓制度 固然改變是有美意 但實行的層面有困難 特別是人心這一塊 很難完全地克服雜音 臨時委任 委派他下來當總教練 大家會質疑說 為什麼是他 他是不是覺得某某人比較好 不要委任了 不要再臨派了 因為這個名詞很難聽 什麼空降部隊 這個根本不可能在這個 這個棒球運動裡頭 也不是說質疑說上一次的陳教練 跟這一次的周教練 他們帶兵的功力絕對不是 基層教練的辛苦 不單單是技術層面的指導 有時候更像是選手的家長 得關心到不同的層面 簡單說建立信任 拔甘金也是工作之一 這其中的酸甜苦辣 背後有著更多的故事 教球你要去負責全部的球員 球技上也好 還是廠下生活 都要去顧好 連一點產生都不行 因為學生畢竟家長把小朋友 都交給我們教練團了 所以一定要去把人家顧好 這一點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現在從事這個基層棒球教育工作 我覺得一批一批 後鳥一直換一直換 我覺得很可愛這些小朋友 一起我服務的地方是在比較屬於 原住民學生比較多的 我覺得他們都很可愛 而且他們學習的動機也相當高 他們努力就是他們努力的程度 相當好 唯一的就是他們對外的了解 跟對外的這個知識比較缺乏 這可能是我要繼續努力的 一名好的教練 帶兵帶心 是許多好成績背後的關鍵 輕棒組訓制度要不要改變 有什麼優點可以保存 在新舊的制度取得平衡 是個可以集思廣義的議題 大家無非是為了中華隊更好 不單單是最後角出的成績 在棒球路上吸取成長 那些無形的收穫 或許更值得我們深思守慮 我來聽新聞專題採訪報導